請,陳市長 陳市長請 委託 我想,有關各自法的問題,剛才李卓上委員也在談 等一下我再講整個立法的構成 在這個地方,我心要對於我們召委 表示肯定 各自法這個制壓難刑的部分 事實上很嚴重 這是宣證體制的問題 今天排了一個各自法 一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另外一個 另外就是李明華記診篇的問題 看起來都是小案子 上面何其冷清 但是影響很深嚴 尤其下午還有公經會,宏信念結婚的合法化問題 今天整個立法院 實際上大家都不是主意這條 是主意那條 那馬金體制呢 第一後手 這個是大家最關切的 剛才班農也開進了會 但是 主席可能失察 有關於下午這場公經會 市場革命來可能滿有間諜的 應該請他類似才對 那個 那個 大家的信息可能會比台美關係還大 好 那這個才嚴肅 這個是總統選舉的議題 好 OK 我們回到 回到今天我們講的各自法 剛才我進來聽立法院講說立法院有帶動 怎麼樣的問題 等一下我把這個歷史講一下 各自法在三個屆 我們有執政以後 送來立法院審查 在委會審查以後 在草委選項 就一直 沒有辦法進行 我們黨團接受很多人權團體對於各自法的看法 事實上本席也代表民進黨黨團 提出各自法的一個整部法修法 但是我們那個版本 和行政版本的漢格之大 沒有辦法併處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 略形 這個民展新的資訊 各自法 如何略形化 然後不同的管制 然後強度都不同 那有很細緻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因為兩個版本沒有辦法併處 的時候造成怎麼樣 當然這個法一直沒有通過 到一百年的時候才通過 我這個是因為一百年勢力來通過 那時候是因為 時政的國民政策執行長 民意事一直拜託 坦白講 法國部也為這個案子非常care 那時候 趕快通過 實際上在那種勉強的氣候問題下 大家心中了然 這個假的一定會出問題 可惡其然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立法院責任 大家都有責任 行政部門責任更大 那今天我回頭要來講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馬上有執政以後 把陳沖東院長的時候 開始面對這個歌詞法實行 發現 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說對於要分斷 所以最關鍵的條件是第六條 你們要把它分斷 然後 然後來修正 這個牽涉到很嚴重的憲政體制的問題 過去憲法政策條件第三條的時候 還沒有修掉以前 大家都知道 過去的時候 行政院送來一個法案 三途通過以後 假如認為治安難詢的話 行政院提出負議案 以後這個法案提出負議案 負議案 那就很慎重囉 負議案的時候 要重新在立完審議表決 假如行政院送來負議案 表決輸了 還會一直行政院延案 行政院只有第一個接錯 第二個倒閣 這很嚴肅喔 這現在就是 格格你要下台了 今天整個立法院 整個立法權 萎縮 憲政失衡 最大已經 就當初修建很多把 修了亂七八糟 立法院為什麼一直漏話 負議沒有了 這種倒閣這個也沒有了 連行政院院長 格格同以前也沒有了 所以立法院 連行政院院長 各位同意權都沒有 第二屆我們進來的時候 連戰為各位同意權到處遊說 不能拉票 即便在野黨也一直拉 結果是 當然是國民党多數都通過 這是一個憲政體制很嚴肅的問題 整個憲政體制後來 在議政會主導下 去改很多 包括現在 各位同意權沒有了 包括不慎的案 不慎的案 國會多數 就是國會多數 即便通過的時候 他是有倒閣 解散國會 在議院議長執政的時候 國民党立議議要提出不慎的案 但是 那時候 我是黨邊 我說 好 但就不要 就提出來 我們勢必解散國會 打個定算 那這個武器也沒有用 雖然看起來是恐怖平衡的武器 這個武器 在議院從來沒有使用過 所以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整個個制法 現在行政品培育行事 從十月份開始 分兩階段實施 這個第一個 嚴重破壞現在幾次 違反 權力分裂原則 更嚴重一下 那都是藐視力法院嘛 你什麼法 我自己來選擇性啊 我選擇性要不要搞啊 是不是這樣 最近在蕭議院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有一個最衝突的就是 博育條款 因為博育條款打架 我們反對 那時候 衝突很厲害 反對 國民党勉強讓他通過 通過以後 蕭議院長不敢 把底下的事情細則去弄 所以就沒有了 好 這是整個立法院過去在處理 這個 有些先任的衝突的問題 所以今天要回國人來 我來講說 行政院何其藐視立法院 既然立法院通過法院 他可以看法教育 我身邊好 看法使用方便性 我來分階段實施 當然牽涉最關心的條案 就是第六條 這是第六條 所以這個是嚴重的破壞 行政體制 全力分離原則 第二個 藐視立法院 假如這樣可以的話 我現在講 我們都像 很重要 這樣可以 現在杜根最充足 集合法 集合法 集合法也是一樣 很多很充足性的 社會到處注目法案 行政院可以選擇性的來通過 選擇性的實施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部長 我們認為 對於法務部 和行政院所主導 這樣的 選擇性的實施 包括現在 二代健保也是一樣 這就是 馬雲九執政以來 才前所未有亂象 這些亂象就是 嚴重破壞性的體制 馬雲九指揮立法院 馬雲九執守這天 包括 所有的廢權法案 可以兩案併存 三案併存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這個大面相和科技上面 我們要先來探討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嚴重秒失利 破壞權力分離原則 宣證體制 所以這要求不太簡單 今天有永遠的版本 我想 永遠版本是關注在第六條 當然第六條是最重要 但是我們就是第二條問題反對 所以你現在第六條 去創設第五款第六款 你的第五款 為了 為了 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 可以排除敏感性客制 各自 人 的收集以及處理利用情形 事實上 你有第五款的話 所有的款都不必了 今天有 第五條款啊 所有的為了公共利益 你就可以 帶到維護公共利益啊 所以各自化整個都破功了 你如果第五款讓它通過的話 那 那 第六條只要寫這一款就好了 寫這一項就好了 就是 第二條款 為了公共利益 全部排除 不得 不得 不得收集處理利用 農民公共和 所以 這個東西我想 再不然我會要通過 是有其困難處啊 第二 第二點 最大問題就是 人權團體所care的 第六款 金當事能書面同意 好像聽起來有道理喔 你懂書音 懂得可以喔 但是喔 我們要再回到這個 憲法層次以及 國際兩人錢公約 的面向來看待 有關於人格錢 這個是不可以 個人拋棄就可以 這很嚴肅喔 人格錢不是說 我同意你 你就可以 就可以 我可以拋棄的 這是憲法層次的問題 所以這第二款金當事能同意 這個東西喔 是 是不通的 因為你把它加在裡面之一 裡面之一 所以應該知道 劉妹的寫法 劉妹的寫法 劉妹的寫法就是說 把這個金當事能同意 要發上前提 然後再來分 公務部門和私部門 由委員的寫法應該是這樣 這個細分 所以法案寫得六六等 他規範比較細 就是說 對公務部門的規範 公務部門在利用的規範 在這個私部門 民間的利用規範 這是把它拆開 但是這個是 還有可以接受 就是說 哈巴金個人同意 是放在第一個要件上面 然後才有底下這樣下來 那我們現在 現在的改法是在 在第六團裡面 有第五款 只要第五款第六團 是裡面要件之一 所以這個東西 事實千里差是好理 那味道意思完全不一樣 所以本期對於 今天各自法 這個基本的看法 另外就是說 有所謂政府資金公開法 也有各自法 行政部門 我們要 政府資金公開法 跟他要一些資料 他說不行 接受各自法 NCE審查說 我們要陳妍 陳妍 那陳妍林 通編要醉造 一些個資 NCE審查說 不能 這個 這個屬於個資 不是政府資金公開 另外同意權行使可以 這樣 結果行政部門 一直在 政府資金公開法 以及個資法上面 轉兩手策略 做其有利的方向 一直處理 這是 今天我們還是會面對這個問題 好 然後 然後 很 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想了解 從10月 要到現在 目前為止 你們對於 這個 這樣的 分兩階段 自己進行檢驗兩階段 你整個利用 不公開電腦 濫用的情形 你們利用這個東西 去處理哪些事情 應該給 例外有一個資料 讓我們了解 你 你希望用兩階段 那10月開始 這麼多兩個月 這兩個月 你們 你們用這樣的法 去處 用兩階段去處理 到底處理了哪些情形 這詳細的資料 你應該給立法院 來做一個 詳細的了解 否則今天這個法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 大家討論的 一些參考資訊 這是我看第二條的看法 另外 今天 侯母會提出了 這五四條 五四條 基本上就是 一年內要完成告知 你要把 使用錢才告知 這也有問題 使用錢才告知的時候 就是代表 無限期 不告知 你不知道 我該用 不該用 你各自 我所有各自以後 這些各自 我可以濫用你也搞不清楚 真的 萬不得已才去告知你 使用錢告知 所以這個整個 整個法的傷人 精神邏輯上 是有很大差異 你要批評 就是 都要告訴我 要使用錢才告知 真的很關鍵性 不得不當你知道的時候 才去跟你告知 所以這個法 第五四條 這樣的學法 我們有一些看法 和不同意見 另外就是 四十一條 四十一條 你說的是 非營利益族處罰者 即行則化 這個當然 這個是業界要的 我想說 這是業界要的 第五四條 也應該是業界要的 當然 這個非營利益 五四條 應該是業界要的 不是營利而處罰 人家將來寫 從事行則化 什麼要定義 叫非營利益 非意圖營利 意圖是很難去解釋的 很難定義的 法官判決上也很難 現在 法裡面有意圖犯 行法一百億 意圖丁戶國家 那裡拿掉了 只剩下 政見交易法一百五十條 意圖炒作行情 有意圖 法上用 所以這個東西 意圖犯的 意圖這個東西 在立法立場 現在已經不多了 很難清楚界定 但是沒關係 即便是這樣 毫無處分行為 毫無罰款也不對 在這邊我希望 法務部以及委員會 能夠稍微 注意一下這些問題 至於 我想剩下最後一分鐘 我會談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 這個 犯罪被害的保護法 法務部現在提出了 新生條文第三四條 提出了 福助制度的精神 緊急救援福助的精神 以及這個制度 製片會應該以支持 但是唯一則不足 你現在就要被害人 交加害人 可能是中華民國國勢再被人拚 我們 當中美國做軍 法西派生 那如果是大家 也沒有辦法 有這個極難救助 這個 這個 福助金制度的 一種 也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 怕死人的 怕死的 被害者 兩個都要同意 都是中華民國國勢 其實幾年之外 這個是不幸事件很少 不幸事件很少 不幸事件很少 所以美國最近 學生這個事情 萬一裡面有中國 中國的學生 你這個 你這個 土法不足以自己 你這個新生這個三四條 還是沒有用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應該把建議 把他刪除掉 因為 因為其他國 其他 會說 把這個 這個 這個 想說就是說 會 中華民國國民 那邊 那邊刪除掉 就是說 自然 已經被害了 這個 何其可憐 那整個國家的 在這方面的經費 是非常非常傻 好 再給他嚴格條件 那邊 這些 這些 都爭小的 也不好 以上 我會以今天 各執法以及 犯罪非要人保護法 的基本的一些概念看法 至於 至於 民法紀念篇本期 沒有任何特別意見